哈囉 各位觀眾大家好 所有好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來玩禁忌28A 那我們呢 就是來先玩這個休塔爾克 好 那我們來看他的表現喔 欸 不過其實看帳面喔 這邊直接跟你講 看帳面其實他的表現說的話真的是蠻普通的 欸 因為禁忌28A其實出了好一陣子了 所以有蠻多對側角 那休塔爾克他本身沒有超反傷也沒有超反尖 那殺手也沒有對到 就 而且還是力量型 那底力有機會吃到 但也沒有那麼容易吃到 呵呵呵 所以他在28A的話 就是假說你是剛玩不久的 那真的就只是讓你湊合著用的 欸 就是限定對刀能用 那就乖乖照的極致打 你可能抓一些比較現代的角色 像 嗯 正宗 或是抓亞斯蘭 你打起來會比較舒服一點啊 欸 他的主場還是會在這個 禁忌 呃 試煉吧 主場還是在4.8 因為 他這個角色真的是比較特化給4.8的 嗯 像直接抓個好友這個文章正宗 打起來也是 會比較舒服啦 不然你 一些清怪啊 你都要回歸 回到好幾年前 用紫柔清的方式 現在已經基本上都用友情清了 好 那我們這邊休塔爾克的話 這邊 嗯 就直接撞正宗清怪就好了 那我這邊嘗試幫 嘗試幫一下 嘗試去撿一下樹 好 我們這邊做成 4個藍 然後2個落點地板 那我們看一下休塔爾克 那我那個 的 那個傷害 噢 好久沒這樣打 好久沒這樣打 好 我們這邊開大人者 加減速一下 好 加速 加速 Label 3 好 好 我也沒辦法 然後這邊紅藍 我覺得主要是腿吧 腿的問題也是一個大問題 他的腿真的是有點短 我覺得再給個超反檢不過分啦 畢竟都拿三反了 現在四反一票人 再拿個超反檢再不過分 先生說超反上超反檢都不過分 好 這邊我們就慢慢敲吧 一樣死藍 GO 好 這邊靠友情補掉 好 再來來到我們的B5 直接撞一下 然後 友情處理 OK 這邊看能不能卡進去吧 直接戳戳看吧 或是幫修塔 修塔做版 做兩個藍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他直接戳這兩個藍的 的狀況 好 戳戳戳戳 好 加速 這邊應該可以在這邊再試看看吧 好 戳一下 他這一次角色真的是比較偏向4連8 那28A 我個人覺得是缺角在用 缺角在用 他現在的狀況跟紅丸很像 就是頭上都有的 你知道嗎 最後他現在的場頭上都有的 那本身機體也沒有到特別突出 所以就會變成 他的賣點啦 基本上就是 一拳吧 那他一拳倍率其實給的是還不錯 那他一拳倍率有給到 12 基礎12 二階的話 而且看起來好像還有亂數的樣子 就是他那個是隨機的 就12到10是被這樣飄 不過基礎倍率12倍的話 他變成說 變成說 雖說基礎倍率高 但他本身的其他的 額外增傷是 沒什麼拿到啦 魔族院比較針對阿 所以你離開4連8 那個魔族院基本上 比較少 很少能吃到 那底力的話又很看重 所以 正常來說 一般場大概是落在 18倍到21倍 這樣 就 中規中矩 以現在來說算 不錯的一拳了 不錯的一拳倍率 那超魔族院在自己成2 好這邊的話 我們直接開SS 給大家看 我們確認一下他的那個 判定 好 閃天級 OK 他的SS呢 是 你可以把他當成是 小男的那種 就是 小男不是打 橫的嗎 橫的 那修塔爾克就是打直的 直的 這樣 就變成說 角色的 中心的那一條垂直線 他的判定他都能吃到 都能吃到 都能吃到 然後這邊是藍 那我們在進G28的話呢 變成說 尾王開下去 就是等那個RUN也生效後 尾王開下去那個傷害 就是可以直接把一拳掉 但是你沒有辦法再往一拳 然後這邊直接 處理掉 nice 現在一拳的手段蠻多的啦 你可以帶虎杖啊 或是甚至是在戒小男 其實虎杖現在一拳也算方便啦 不會不怕被燙死 只要架個位就好了 那我自己平常打28我是直接 三大顆異圖納直接這樣用友情轉 然後開路納加攻 然後再配合 那個到 到王夜的時候直接 撞個落點地板 然後直接 戳王 我自己都習慣這樣打 這樣 打起來也蠻舒服的 好這邊這樣 看能不能曬進去吧 好 nice 好 脫掉 好我們等一下 靠修塔克去 處理掉小怪 把落點開出來 把落點開出來 我們就可以開他的 二階了 好我們這邊想辦法把他處理掉吧 好小怪全清掉 不過有點尷尬的是 正宗這個位 呃 修塔克這個位置 他最出敵人 所以我們這邊直接 用帶走的方式好了 把這個佛利多戳死 然後讓他去追 追擊這個後續的敵人 GO 欸 他這個東西 判定這麼廣喔 欸 他的判定還蠻廣欸 我剛剛他是去追佛利多 結果他連上面都能夠殺到 欸 欸 挺酷的欸 好再來來到我們的 4.8 好那這邊直接開我來 這邊抓了兩隻王劍喔 那修塔克呢 在4.8的表現呢 會比較好 因為他基本上 是 特化在4.8的角色 那 所以說特化的話 主要是特化在一拳啦 所以說 4.8已經被王劍崩壞的 很蠻徹底的 那 這次 米西 就 給到 全對應的一拳 那以前其實就有一拳啦 只是 大部分都是可能要調位置啊 不然就是可能陷阱沒有全對應啊 這次米西就是給你全對應的一拳角 不過呢他的一拳沒有 想像中那麼方便啦 畢竟是天魔嘛 畢竟是天魔 所以你必須去賭這個中心弱點 欸你要賭到中心弱點你才能夠再王一出關 那如果不是中弱點的話 是一定可以抓易血 那你就可以選擇再王二處理 王二打掉 欸基本上順順打就好啦 順順打就好 看之後會不會給一個可以開弱點的守護獸啊 呵呵呵呵呵 感覺開弱點設做一個守護獸給我們 好這邊先去做消耗吧 好 一樣血量很殘 血量殘很好 我們這樣等一下 比較好一次收掉 好 OK 好我們等一下給2P去開 大險者 那這邊我都是有裝束必殺的 因為他是要在 盡量我們盡量是嘗試在王一拳嘛 所以 有這個束必殺還是比較好 提早5回合 所以我會建議裝束必殺啦 好這邊開大安者 那如果你的角色不夠儲 就是你可能王劍不夠多的話 我還是建議會帶帕克會比較穩一點喔 因為這邊是王劍比較多 所以我才帶大安者 好這邊看能不能去消耗 好 好這邊敲個敲一點傷看 好這邊直接被那個 被打出來了 好我們這邊 直接這樣戳吧 GO 嗯 腿真的有點短 真的是少一個超反檢 有超反檢的話他這樣加速就可以去戳到了 很可惜阿 很可惜阿 真的只差一個超反檢 其實我覺得以他的 機體拿超反桢超反檢 不過分阿 我覺得剛剛好而已 剛剛好而已 腿真的太短了 好那剛剛有看到他那個敲破彈一摸 那一下傷害是OK的 只是變成說你要稍微去控制一下那個彈一的敲破的時間 好再來來到我們的王毅 腿真的有點短 腿真的要再長一點 這個 腿短是個大問題 那一拳倍率的話就正常啦 他的一拳其實倍率算高的 現環境來說 現在的水準 好直接炸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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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 好開處理 好做一個清場 不過下面那隻血量沒有消到 好直接敲 然後這個炸彈蠻方便的 因為一定能觸發到 其實我覺得蠻方便的 這邊的話這樣好了 這邊想看能不能嘗試拼個一拳看看 來 中心落碟 nice 那我們這邊就打外圍 但我有點怕王劍那個標槍太暴力了 我有點怕 好我們來試看看 go 好 閃天級 打了7 如果配置再給我上個文章他就可以直接一拳掉了 這邊單純是配置不夠 好應該 哦 基本上要賽中心落點啦 那如果你沒辦法賽中心落點的話 就是 在王二一拳 王二一拳也是個選擇 看之後會不會出個開落點的守護獸給我們吧 我覺得 整體用下來我覺得 休塔爾克他最大問題是腿短 一拳倍率是夠的 但腿真的太短了 所以這個用下來是比較 有點 綁綁的感覺 然後 基本上要抽的話呢 你可能就是比較在意未來心 或是你想去補一拳腳的 然後 四天八缺腳可以考慮 因為他四天八其實也是有去做 你看像剛剛 他就算沒有在王一拳 他也可以至少在王一拳 所以還是蠻方便的 蠻方便的 就是如果四天八很缺腳是可以考慮 可以考慮 只是他目前先一段的狀況就是他 能上的場都有 但是他頭上都有人 那他本身角色機體就 嗯 比較微妙一點吧我覺得 好以上呢就是這次休塔爾克的試用 謝謝各位 掰掰